男子躺在床上睡覺 但過沒多久 雙手竟開始握拳 不斷揮舞 甚至開始拳打腳踢 這不是在演武打片 原來是這名男子 十多年前 睡覺時就有說夢話的情形 但近年來卻開始會在床上動手動腳 睡在一旁的太太 經常無緣無故被打 太太氣得控訴她家暴 要求她立刻就醫 否則就要分房睡 婚姻幾乎亮起紅燈 到醫院診斷後才發現 罹患的是快速動演起 睡眠行為異常 這種病被視為拔金森視症 或神經退化疾病的前兆 患者在進入睡眠時 大腦無法有效抑制 身體四肢肌肉活動 才會導致患者隨著夢境起舞 夢到漢人衝突 睡夢中就上演全舞行 倒霉的是睡在一旁的老婆 幸好透過治療後 每天起床 身上不會再莫名出現傷口 老婆也願意繼續睡在她身邊 才成功保住三十年婚姻 接著連家慶帶居台中報導 好久不見到